他们就是只有一两个 一两个小姐 那就是他们生存的 唯一生存的女生 对啊 然后就是忽然跑到我这边了 然后我那时候又 就是有赚钱嘛 就好像也年轻人 就大摇大摆啊 我酒店当自己家啊 那种感觉 出酒店之后 然后我去发X 我车子上面 居然有一个枪孔这样 好恐怖哦 他在警告你 请你教教我们十分钟留住客人 让他包整天的绝招 他有绿色绿茶 你今天坐下来 你不要就是全身为了想要赚钱 或是看这个客人有没有钱 那你要说如何留住客人的话 你要先了解 那个男生是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你就是看每个类型嘛 你说穿西装的 比较色 对啊 是哦 那怯低的那种 就是感觉是那种刺青的那种 他们就喜欢那种比较海态 大家就觉得 想要来找开心的 他们会西装多多的 对啊 西装的比较想要恋爱 这个我们会称之为恋爱课 谈恋爱就是因为 我想要吃一下豆腐啊 哦我知道 想办法找回他初恋的那个感觉 初恋的感觉 其实客户真的是百百种 对 努力跟客人当朋友 对啊 哦 你没有要小姐跟他当情人 你当情人 人家就是想要 为了想要X你啊 如果到时候就确定你X不到 或是怎么样之后 那他就断啦 那你当朋友是可以长期 当好朋友的 像 我的小姐如果是生日的话 他们就会一天就好几个框 他们就客户啊 就朋友嘛 就哎 钉给你个框 你不用去上班了 这样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对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 跟客户当朋友是最好的 而且很多 我之前有一些小姐 他们上案就是 哦 可能去哪个客户的公司上班啊 那我想问你 就网路上有很多在争 那叫什么 饭局 你有接过饭局吗 有啊 啊是怎么样 我那个时候的价钱 是一次六千 那很多哎 春吃饭 对啊 比酒店还赚钱 对啊 比酒店还赚钱啊 但是 嗯 这个是 喜城酒店小姐的一个方式 对 我就觉得哪有那么多饭局啊 没有 他真的一开始会 像我们 我们真的是有一些 一些经济啊 我之前有看到他们有 他们就是 呃 去接饭局 或是有一些什么party啊 游艇趴啊 或是需要找妹子 就去一次嘛 两次嘛 那 当你已经一次两次三次 那你就觉得 哎 这好好赚哦 那你在询问说 还有没有饭局啊 那你就说 不好意思 这个月没有哎 这个月就没有那么多啊 真的没有 嗯 对啊 那你就不要给他 他就 自己就会说 哦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累次了 有些精致就会说 哦 其实我还有一些不错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 对 就去酒店 哦 所以 饭局真的是把 女生洗成酒店妹的前面 几乎 对 哦 几乎 对 天哪 你们水好深哦 你们好多套路哦 那是他们 我都是直接讲的 你怎么直接讲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通常都是 我的小姐几乎都原本就做过酒店 我不喜欢去 可是你去哪里找他们 你去哪里找他们 我一开始其实不是找的 我是 呃 我那个时候不是说 哦 一开始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姐吗 那个小姐我对她非常好 然后她又帮我介绍了一个她的朋友 对 然后后来就是 哦 带了两个之后 那个小姐又再帮我介绍一个女生 就带了三个 我的 你做口碑 也不是说做口碑 是那时候三个的时候我就要找地方发钱 有些人开公司就是为了 因为每个礼拜五都要发钱 嗯 我以前都在什么 Seven啊 或是在公司 发现金啊 就是在酒店里面 对 就给她薪水袋这样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 为什么 然后我想说好算了 就 就觉得很不正式啊 哦 很撩人啊 这样就生分给她 哦 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 诶那我 我直接在酒店里面发号 嗯 我就去酒店然后开桌 然后就 诶发钱给他们 你还要开桌 嗯 我就自己也想玩嘛 哦 对啊我那时候自己也想玩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诶你们也可以点女生 你们自己点 嗯 我那时候 然后他们就开始去点 自己的朋友 女生嘛 就点自己的姐妹 哦 哦 就他们就变朋友了 嗯 然后就他们 一开始遇到跟经济 产生什么问题 然后就 一个一个在跑来找我 哇哇哇哇哇哇 我那时候也想说 哇怎么会开始 越来越多了 因此倍速成长这样 嗯 所以我就后来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开始真的是 哦一直去开 一直去开 一直去开 哦 然后就可以一直做 嗯 对然后结果后来 现在就是规定说 哦 酒店没有办法 经济不能开桌 哦 就是因为大家发现这个问题 人家其他有问题的小姐啊 就不要来跟我 嗯 对啊 有一些就是一些那种黑暗低的那种 的小姐啊 嗯 他们就是只有一两个 一两个小姐 那就是他们生存的 生存 唯一生存的女生啊 对啊 啊然后 就是忽然跑到我这边了 然后我那时候又 就 有赚钱嘛 就比较 比较嚣张 比较嚣张 就大摇大摆啊 酒店当自己家啊 那种感觉 出酒店之后 然后我发现 我车子上面 居然有一个枪孔 这样 好恐怖哦 他在警告你 他只是警告我耶 然后我就吓死了 对 所以我后来就都骑摩托车 不管刮风下雨 我都骑摩托车载小姐 后来我也发现说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不用每一个小姐都要载 他们还会觉得说 哇 我经济好辛苦哦 我都没有帮他赚到钱 然后他还就是刮风下雨 都骑摩托车来载他 对 然后他就很感动 这样 他们就会更认真上班 然后 他们有的不想要淋雨 就会自己做监测 那我又省了油钱 那又省了体力 对 又省了体力 又不用去载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诶 这样还不错耶 所以我后来就 几乎都没什么载载车 诶 那我问你哦 你现在很会看小姐的脸吗 就是看他在走路 路上你就知道 哦 他就是做小姐 我跟妳讲 看 稍微啦 你可以看膝盖 或是 可以看脚 为什么 为什么是膝盖跟脚 你喝醉的话 桌子啊 我怎么会这样撞到 就看他的腿啊 会不会有很多乌鞋 然后再看他背个包包啊 然后看他的素质啊 然后看他是不是 很容易可以跟男生搭上牵 哦 你好聪明哦 你真的见多了 反而酒店女生 你在路上啊 你看到他就是穿的真的很随便 嗯 对 越随便的那种女生 然后出现在凌晨杯 那他几乎八九不离十都是在做酒店 哦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住在附近啊 然后你上班 你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你在休假的时候 你会想要打扮漂漂亮亮吗 不会 对啊 假如说我们的观众有人 就真的像 可能他家人生病或什么 他就真的非常急迫的需要这笔钱 然后他要下去 你可以给他们什么建议的 什么建议哦 就找一个真的真拍的经纪吧 可是他怎么知道 而且他要去哪里找 比较大间一点的经纪公司 哦懂懂懂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很爽的 嗯 当你想要很爽的过的话 那你就会没有办法达成原本的初衷 就这样 哦 原本初衷就是我想要爽 那你就去这样做啊 OK啊酷啊 对那你就是要承担那个后果 你怎么选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懂 但是你要自己去承担那个后果 懂 你讲的很棒耶 真的是过来人 你讲的很棒耶 真的是过来人 我还行啊